别忘了把空调关了 Lesson 11 Don't forget to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 1.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 听对话 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1 to 5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1. 你 这个花瓶真漂亮 在哪儿买的 我家楼下的商店 我带你去看看 你 这个花瓶真漂亮 在哪儿买的 我家楼下的商店 我带你去看看 2. 把词典还我吧 我要用一下 好 方便的时候 再借我用用 2. 把词典还我吧 我要用一下 好 方便的时候 再借我用用 3. 饭菜都做好了 把电脑关了吧 先吃饭 好的 我马上就来 3. 饭菜都做好了 把电脑关了吧 先吃饭 好的 我马上就来 4. 运动会什么时候结束 5点左右吧 4. 运动会什么时候结束 5点左右吧 5. 服务员 这儿只有一双筷子 请再给我们拿一双 好的 请您等一下 马上来 5. 服务员 这儿只有一双筷子 请再给我们拿一双 好的 请您等一下 马上来 第二部分 part two 第六到十题 听句子 判断对错 Questions 6 through 10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 才5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才是5点 我这才发现 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六 小周 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 昨天我还能看电子邮件 今天突然就打不开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 六 小周 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 昨天我还能看电子邮件 今天突然就打不开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 七 教室里人太多了 我们去图书馆学习吧 那儿比较安静 他打算去图书馆学习 七 教室里人太多了 我们去图书馆学习吧 那儿比较安静 他打算去图书馆学习 八 住在这儿真不错 附近环境很好 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 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 骑自行车就可以 他以前骑自行车上班 住在这儿真不错 附近环境很好 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 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 骑自行车就可以 他以前骑自行车上班 九 什么是快乐 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 你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说说白天的事情 这不就是快乐吗 跟家人一起吃晚饭 喊快乐 九 九 什么是快乐 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 你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说说白天的事情 这不就是快乐吗 跟家人一起吃晚饭 喊快乐 十 你把桌子上的杯子给我 我去洗一下 你去楼下买几瓶啤酒吧 啤酒在桌子上 十 你把桌子上的杯子给我 我去洗一下 你去楼下买几瓶啤酒吧 啤酒在桌子上 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 听短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11 through 15 Listen to the short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比如 Example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 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 十一 你看一下地图 这儿附近有眼镜店吗 地铁站旁边有一个 在地铁站的北边 男的在找什么 十二 你看一下地图 这儿附近有眼镜店吗 地铁站旁边有一个 在地铁站的北边 男的在找什么 十二 妹妹怎么了 病了吗 可能饿了 你把奶瓶给我吧 女的要做什么 十二 妹妹怎么了 病了吗 可能饿了 你把奶瓶给我吧 女的要做什么 十三 会议结束后 你记得把空调和灯都关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明天见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十三 会议结束后 你记得把空调和灯都关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明天见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十四 我明天出去开会 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雨吗 行 没问题 我每天都带她去公园玩 男的要做什么 十四 我明天出去开会 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雨吗 行 没问题 我每天都带她去公园玩 男的要做什么 十五 我的那本历史书呢 你看见了吗 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 你忘了 男的 是什么意思 十五 我的那本历史书呢 你看见了吗 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 你忘了 男的 是什么意思 第四部分 第十六到二十题 听长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Questions sixteen through twenty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例如 Example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十六 空调下面怎么这么多水 我也是刚看见 我已经打电话叫人来看了 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了吗 他们说今天周日比较忙 下午才能来 男的为什么要打电话 十六 空调下面怎么这么多水 我也是刚看见 我已经打电话叫人来看了 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了吗 他们说今天周日比较忙 下午才能来 男的为什么要打电话 十七 我要去跑步 你去不去 我已经洗完澡了 不想出去了 要带点什么东西吗 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金香蕉和两瓶牛奶吧 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 十七 我要去跑步 你去不去 我已经洗完澡了 不想出去了 要带点什么东西吗 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金香蕉和两瓶牛奶吧 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 十八 我的笔记本电脑太旧了 我想换一个 你说买的什么样的好 我用的这个就不错 也不大 带的很方便 贵不贵 有点贵 我去年买的时候九千 听说现在卖八千左右 关于男的电脑 可以知道什么 十八 我的笔记本电脑太旧了 我想换一个 你说买的什么样的好 我用的这个就不错 也不大 带的很方便 贵不贵 有点贵 我去年买的时候九千 听说现在卖八千左右 关于男的电脑 可以知道什么 十九 周先生 我公司突然有事 您能帮我去接一下孩子吗 没问题 我带他来我家吃晚饭 好的 太谢谢你了 我八点左右去接他回来 别客气 你不也总是帮我照顾小狗吗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十九 周先生 我公司 我公司突然有事 您能帮我去接一下孩子吗 没问题 我带他来我家吃晚饭 好的 太谢谢你了 我八点左右去接他回来 别客气 你不也总是帮我照顾小狗吗 关于女的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妈 我跟同学去打篮球 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 没关系 我已经复习好了 玩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你的电脑关了没有 男的要做什么 二十 妈 我跟同学去打篮球 你明天不是还要考试吗 没关系 我已经复习好了 玩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你的电脑关了没有 男的要做什么